我看到网上在讨论一个事 就是这个五个一这个事 就是现在好多海外的侨民呐 公民呐 上学的孩子呀 想回国现在买不到机票 买到机票也特别贵 就是贵得离谱 我不理解 我觉得为什么想不明白这个事 平时我们又弄孔子学院 又弄这个又弄那个 就是宣传让这些华侨爱国 宣传让这些孩子爱国 老杰的那个效果不太好 我们把钱投在这上面 效果肯定非常的好 就不是一般的好 如果我要能有这个决定权 然后我就会增加航班 不光让想回国的人都回来 而且这个机票都不涨价 他要不爱你的国家才怪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决策特别莫名其妙 都不知道谁搞的这个决策 老是这个关键时刻 这个发出的口令不对 关键时刻做出的判断不对 关键时刻执行的方式不对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这个 不用这个温暖人心的方式做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回来呢 他们回来怎么了 就是我们怕多这多这几个病例吗 还是怕我们传染给他 这一个以一个国家的这个力量 接待这个回来的自己的亲人 就不管他们染上病还是没染上病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基本上情况已经缓和了 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呢 你非得弄得他们恨你啊 民航局想想吧 干嘛呢天天 白吃饭